今天我们要分享两个比较简单使用方法比较单一的成语 他们是独立自主和独一无二 独立自主如果你会看这个中文的新闻的话 他们经常呢会出现 那他的意思是无受别人的控制或者是支配 一般呢也会指国家或者政党要维护主权 要独立自主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句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我们始终不渝的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一句在我们的新闻当中 或者我们的一些外交的文件当中会出现的比较多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国家 我们风行的外交政策也是一样的 第二个例句 我希望你能够独立自主拒绝他们的引诱 那这个时候代表的是不受别人的控制或者支配 就是别人呢给你说了什么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要独立自主的做一些事情 下面第二个成语是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意思很简单了 是指仅有的一份没有相同的或者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较的 也可以来形容十分的稀少稀有 我们可以说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大熊猫只有在中国四川陕西等地 山里面它的原始的栖息地 当然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也能看到它 但是它的原生地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动物 第二个例句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你 这个有的时候是我们鼓励别人安慰自己 或者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会说 因为在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 他都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你相比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独一无二 好了 这两个成语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